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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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上的一个题目呢 是要大家看书的 要看书的 就说如果你有买中文本 你的中文本是有没有带来 没带来吧 没带来太重 我也懒得 117页开始 有神经科学与自由意志 这个是非常 你有书在里面 117页 那英文本的话呢 大家 我说过 看英文本 最好是看英文本 第63页 就是这个 Neuroscience and the free will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非常非常 这个updated 尤其是学医学的人 我们这个 我们有这个大脑与心智研究所 脑与心智研究所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哲学题目 目前为止国家有两样趋势 是跟我们活用哲学直接相关的 第一个的话呢 人到底是不是自由的 大家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人如果是自由的 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人如果不是自由的 非常好 像我们班上有很多人是独医的嘛 人如果不是自由的话 你就听医生 医生就听理论的 理论就听实验的 实验就听结果的 方便啊 我这个 我是长期病患 我是Chronical 固定去领那个慢性厨房签的人 我昨天跟我的这个医生 还有护理师聊到这个问题 他们很难想象 他们问我说 你在国外住这么久 台湾医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什么 因为我在比利时住十几年 我太太在比利时接受过三次手术啊 哇 西医就是来自西方的啊 你知道吗 他们西医就是纯粹的 没有任何的 就是文化传统跟整个医学技术 是结为一体的 我们这里的话呢 医生的话呢 有时候还自己相信妈祖啦 铁牛运工伞啊 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吗 真的有啊 我在台北医学大学 连续讲到姆山讲座的时候 遇到好多 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中医的 这个伟大的神秘基础 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啊 行上学问题 行上学问题 没有谁对谁错的 我对于我成长环境中 难以割舍的情感 何罪只有 我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中国特色比社会主义还强 搞成了 至少现在正在讲啊 对不对 逻辑上来讲根本不对啊 把你们这一帮人全部打包 送到比利时代养大了以后 照样都变成西医啊 对不对 你把比利时代全部抓来送到 北京城同仁堂里面养大了 还不都是中医吗 这个跟人无关呢 大脑是唯物的 所以人如果没有自由 抑制 太棒了 太棒了 至少听话啊 这个我们现在要了解 这个形上学的问题是很严肃问题 第二点 记住 我自己从来不乱的 我讲了两点 现在就是哲学 活用哲学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 认知科学与自由意志 所有的相信科学的人 都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 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的理论 已经100年了 不相信人 从1915年开始的话呢 大家知道1921年建立了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之前的时候 所有的发挥 全部都在强调唯物论 唯物论就是不相信人有自由意志 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所有在大学读书就是为了唯物论 知道吗 不是我在讲 什么叫唯物辨证法 你们都觉得 在大陆就懒得读实践论跟矛盾论 唯物论啊 就是所有在大学里面就要接受的思想 这是形上学没有对错的 它决定了事物的存在 我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答案 唯物论强调两个重点 第一个 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因果来解释的 而且这个因果行为是外在的 第二点 所有的思路当中 其实都是像粒子一样 像原子一样碰撞所形成的结果 最主要的唯物论代表人物是霍布斯 霍布斯写一本书叫聚林 这个观念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 为什么我在这边特别大声疾呼 一直不愿意往前迈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个人认为全世界最唯心论的国家 如果这里叫国家的话 可能就台湾 它就点头了 来自唯物论环境的人就会点头 大家一定要 我不会给你答案的 对于侮辱我自己国家的事情我不会做 但是我认为 但是我的表现方式已经说明它为什么弱 大家一定要在意 心里的想法没有屁用 实事求是做出来才对 用爱发光是不可能亮的 油也是在心里中闭上看到的光 这就是唯物论大学就要学唯物论 第二点 现在整个活用哲学最主要的题目 除了自由意志外 还有就是人工智慧 我跟大家先update一下这个资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读这一期的Economist 你们要去看一下最近的AlphaGo的发展 知道最近AlphaGo发展的举手 你举手对不对 你有举手 你最后迟到你说一下 最近AlphaGo的发展是什么 特色AlphaGo的特点在哪里 省电 人工智慧省多少电啊 好啊然后快 快 哪一个东西不是快 后来的一定比前面快啊 还有后来比前面慢的吗 好第三点讲的是什么 打败 打败之前的所有合作 好 这个不是重点 刚刚还有一个讲说你知道重点什么 重点什么 讲大声一点 我知道你知道 I know that you know it 自我学习 对啊 对不对 这你也知道嘛 他不需要靠人类的数据了 所以我昨天马上提笔写了一篇专栏文章 我说所有的围棋 围棋 我早就觉得所有的围棋棋棋 就是一个大型的诈骗集团 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一个人 有任何成就的 早就怀疑了 现在好了 出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AlphaGo 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你专家的经验 不需要你的棋谱 根本不用 我自己自己三天内自己下了五百万盘棋 从一开始围起来围起来围起来 结果输了 输了输了输了 输了五百次以后 AlphaGo Zero跟AlphaGo AlphaGo不得了 AlphaGo第一次打败李诗词的时候4比1 那是世界上最有名臭名 后来到全世界前往柯杰 5比0 柯杰自己说大概没希望了 事前信誓旦旦 认为至少赢个一败没问题 到了AlphaGo Zero 对AlphaGo的时候是多少 下了100盘 比例是多少 你猜一下 你看 啊 就100比0 100比0啊 你说下围起来是不是诈骗集团 为什么 因为围起的步数啊 19条线乘10条线的每一步啊 是10的170次方啊 10的170次方出现的数字是超过目前人所有能够想象出来的 例子的数字啊 10的170次方啊 你们没有感觉 好 然后大家开始说 因为我们政府现在就在强调人工智慧 我强调三点 人工智慧这个观念有三点错误 但跟我们活用哲学直接相关 第一点 也可能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自由意志相关 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大家能够针对现在最热的题目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只要它热我们就插一脚 包含男同性恋在台大校园杀人 我们也要插一脚 为什么同性恋的爱就这么勇敢 为什么异性恋的爱就随时的转变 为什么这么勇敢就插一脚 这个部分是属于限量版 要付费才会上课这个就不交了 再讲AlphaGo跟AlphaGo Zero 我介绍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翻译有问题 人工智慧翻译的名词有问题 让大家产生错觉 第二个大家对于人工智慧的期待 Artificial AI 的期待有问题 没有搞清楚它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特别牵涉到一个我们对自由意志的认知 这个自由意志是非常顽强的 没有那么容易退位 首先第一个 人工智慧不应该翻译叫人工智慧 应该叫人工精确了 我什么叫精确呢? 昨天我在电视上特别强调自然科学 跟社会科学的区别 请大家记住 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不是外在因果而已 也不是粒子碰撞而已 凡是能量化的东西都叫物 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次提到 衍生性金融商品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 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被量化 像你们数学好的人 一般来讲的话 数学不好的讲那个没有用 你可以马上把任何的理念 把你的愿望可以量化 变成 比如我生了小孩 我希望他读哈佛 然后从小到大投资 然后你把所有读哈佛的条件 集结在一起 变成一个工程式 变成一个方程式 然后跟人家 每一年付多少钱 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 如果没有到的话 如果没有到的话 我就要赔你多少钱多少钱 你听完以后 你会觉得非常值得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意愿很强 比如说你小孩生出来 都要读台大一学习 然后把所有能够读台大一学习的标准上 读不到的话 来赔你多少多少多少钱 的结果 你就会愿意买这个保险 这个叫量化 听起来很荒唐 就很荒唐 因为我们班上就做成讲说 我爸没有花一毛钱了 我爸爸就是原来养牛的 妈妈洗衣服的 后来我就很厉害了 也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 但是你这种愿望 你这种愿望如果只要超过 实质上的量化的结果 他就愿意买这个保险 这就是保险的概念 这就是保险的概念 有样大家都要的东西 比如说 进台大 对不对 保险的话呢 保险费进哲学系保险费低一点 应该说低很多 进医学系保险费高一点 这个人家也有人愿意 也有人愿意 这是我们心里明白 读者读者什么 排名就已经下滑到一千名以外 那这个保险本身来讲就是大骗局 但是有人一开始买过去的心理 不是买现在的心理 那为什么讲到这么远呢 就是说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不应该翻译成人工智慧 会应该翻译成人工精确 凡是可以量化的 凡是可以量化的 都是有精确性可言的 而人工精确 它确实是把这个 透过量化的过程 把这个精确性大幅度的提高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到上课的时间安排 同学们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可以按照客制每一个人的座椅 你知道吗 点名根本不用点名 你人一到的时候 人工智慧你的椅子就过来了 然后按照你的心情需求 各方面检测以后刷完脸知道 你要做什么样的椅子 或者说你现在外头待一段时间 然后再哇椅子推进来 所以老师看到的时候下课时间哇椅子在调整 每天不同的班级每个人都精神奕奕 有人一出去休息什么什么的 AI 的这个本质啊 它其实是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遐想 AI 本质让我们产生很多遐想 就是认为说是 现在最主要的关键点是要发生 你拿来干嘛 这个精确度拿来干嘛用的 大家都知道量化的东西是没有本身的价值 这个字非常棒 intrinsic values intrinsic values intrisic intrinsic values 这个它是内在价值 量化可以被量化的东西没有内在价值 这个同学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要去想 为什么量可以量化东西没有内在价值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量化的东西必然是外在的 所以外在的不会有内在价值 这个是废话 但是实际上讲起来的话呢 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你生平第一次拿到手机的经验 你们这个年龄可能不记得 像我是从没有手机到拿到手机的那个经验是非常强烈的 那个是非常强烈 为什么? 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其实是一个量化的结果 像魔术一样 然后你就会发觉过一段时间 有些人会忘了带手机 会不觉得它很重要 或者说难过了不到十分钟发觉没有也好 有这种经验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生活 孔子说君子不弃 你外溢于物 觉得你的生活上完全被限制 所以这种感觉 是AI最大的限制 AI能做的事情很多 但这件事情它有共同的区分 是一个量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要的是一个直化的生活 有直化的生活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 台大有很多觉醒青年 很多人不了解 很多人觉得318的时候闹的事情 根本完全不能够了解 这干嘛 那到底要干嘛 但对觉醒来讲 这是它这个品质的问题 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 不是单一的事件是一个unique的事件 就像爱人一样 这个过往的情人不管现在怎么样 他就觉得他的位置很特别 就是人才有这样的 AI做不了这种uniqueness AI做的事情一定是可以被应用的 然后第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是讲到翻译跟AI的这个本质 还有一个AI本身不是能够做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件事情的话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极限的 你知道吗 就我们刚刚讲在分类当中的话 AI能够做到所有的事情 有一天它要做到更进一步 要更进一步进入量子状态 第三个最重要我要讲 就是讲到AI的一个最大的限制 就有人说AI是可以取代人的 他会自己 像比如说他自己学习 没错我承认 但是等到他进入量子状态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极限 这个是在1915年还是1925年 有一个叫Gerder他证明的 他叫做Incompleteness of a complete system 一个完整的系统 当它的完整性快到达临界点的时候 它的不完整性就出来了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用系统化 把所有AI能做的事情都做到的时候 你会发觉当你快到达的时候 它就会没有办法出现这个限制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要上的东西息息相关了 就是free will 自由意志的问题 我们这里有写心物问题跟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的问题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所有的量子现象 看到的时候有 没看到的时候没有 soding跟猫的这种现象 在我们人的心灵当中 我们的意志当中 在我们的意识当中 几乎每天都存在啊 对不对 我们讲 在我们脑海中 所有的可能世界都有可能还可以描述啊 对不对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话 是不可能有这种被描述的这种现象 那可能世界成为可能 就是一种量子的现象 所以AI本身来讲它遇到的挑战 真的是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 很多人会觉得说 讨论到AI的时候需要哲学界来参与 然后哲学界参与的话 一下给的答案太过于武断 就等于说是不要搞了 不是不要搞了 不是不要搞了 是告诉你说 一开始不要期望太高 不要做广告 这个社会当中有非常多的广告 你翻译成智慧就不对 什么叫智慧 智慧就是有舍就有得啊 在矛盾中的话 夺取这个成 获得攫取这个成就感啊 转化矛盾啊 你把这个十九大里面的这个习大大拿出来的文字里面 通通都在转化矛盾啊 辩证法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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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头当中 这个叫智慧 转化矛盾 比如说 我觉得 像我经常啊 一发的觉得 哲学在现在的社会中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现在社会当中 太容易一翻两瞪眼 太容易一翻两瞪眼 比如说 以往 我不知道现在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我不知道同学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三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你如果台大毕业 那就是不一样啊 哪怕你在鬼混 大家都很得意讲 我从来没去上过课 很多人喜欢讲这种话 简直是无耻到极点啊 就要这块牌子 是无耻到极点啊 说我 你有胆量不来吗 没有 你有胆量不受教育吗 没有 有 只会做一个 没有办法 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不一样 我在台大教这么久说 很多人真的是从自学啊 或是各式各样的进来都有啊 招生多了没有很难考嘛 全国报考人数都不到十万 台大一路就是一取就是五六千 十万当中有七八千根本就是赔榜的 很容易 剩下两三万当中取五六千 四个就有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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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就感一样 但是困难度降低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话 文化大学都有很精彩的人啊 管宗敏就文化经济系毕业的 照样当院士啊 厉害吧 还当过经济会主委 所以同学们聊 所以这次学历根本不重要 但是呢 现在的一个观念上 就是你要面对了非常多 说说教育有没有用 没有人敢讲没用 但问你有什么用的时候 不知道 心物问题 心物问题 body and mind 是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碰到 时代当中 两项很重要的问题 一百年前的唯物论 心物问题 一百年后的人工智慧 还是心物问题 心是心灵 心物就是身体 那body and mind的区别 答案是常识 所以我对于你的答案是说 大学里头上的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其实蛮怀疑的 因为如果说大学是定义专业的内容的话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在大学做一个professional的话 是唯一的 那要哲学系干嘛 那大学干嘛要教哲学 因为大学可以教专业 我们可以改名叫台湾科技大学 不过很遗憾的 不但这个名称已经被用了 还被这个学校的人跑进来杀人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改名了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心物问题 这种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同学们要了解 这两次上行上学的时候 我都刻意的表现的比较激动 因为我认为所有哲学问题最重要的 就是这五个钟头的课了 没有了 心物问题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觉得剩下的就是衍生性的问题了 什么伦理学啊什么的 那就是常识了 政治哲学的话呢基本上 不用学政治的人照样把政治搞得很好 所以心物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常识 为什么 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 我们这两方面在交互运作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导致情绪 我们也自然因为情绪不稳定 导致身体不健康 但是问题是心灵跟身体两者之间 是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你认为心灵跟身体之间是有关联的吗 你一直在讲说是有关联的吗 我们很多医生在这边讲说 心灵跟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医生我到底有没有病 医生说我先给你检查 检查完说你不用胡思乱想 你没病走了 标准的啊 标准的啊 那医生我觉得我可以长生不老 医生说好好好我们看一下 然后讲说对不起我尽力了 标准的啊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啊 我就不相信你们都是医生 但是医生确实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 就是说我们常识当中会觉得他们之间相关联 但是医生要不断地劝告你说没有啊 他们之间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有的话呢是另外一课叫精神病科 有的话但是他也是要从你的病情的状态来探讨 不会从你的什么什么意识状态来研究 因为意识的状态只能说它是一个状态 或是把它翻译成一个事件或是表现外在的行为 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哦 但是很难很奇怪 在常识当中我们有意语与中的这句话 所以说新闻问题处于身体 它们包含的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呢 其实同学们要了解 其实你除了在我们哲学系的这堂课当中 会接触到这个非常metaphilosophy的问题以外 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碰到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专业化的教育当中 超越专业的范围 而新闻问题是超越了专业的范围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们感觉到完全存在 却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我们可以甚至描述它用意语与中 来讲这句话 很普通的描述 但是没有办法证明 它有效的条件在哪里 所以说我心里如何能够患得身体的酸或痛 为什么我提到酸跟痛 我们在哲学里头最有名的一个问题是 Self-knowledge的主体性 就是我自己该知道我要什么 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从来就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 这一次的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Seller 他得奖的文章就是 我们在消费的行为上的时候 从来就不是经济学家假设的理性 你饿的时候一定会去吃薯条 为什么 因为他给你的满足感最快 你买食物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去买那些健康食品 你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 健康食品对身体好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抗拒 为什么 得诺贝尔经济奖啊 那细节大家去看 我不要多说 但是我表示说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就要问说 他们如何彼此相互影响 心灵跟身体彼此相互影响 那我们在身体当中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 self knowledge 有这种 比如说 我有一次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去看医生 我说我的腰啊很痛 那医生说我先给你检查一下 然后说你那个不是痛啊 你那个是酸 我这个作为哲学家的直觉 马上就觉得开玩笑 这个痛是我最明显的self knowledge 就是我自我知识啊 就是说是痛是酸 我分不出来吗 那一天说是酸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酸不是痛呢 他说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痛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坐在这边 如果是酸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 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介绍很多 我慢慢被他说服了 我说是酸不是痛 但是我出来诊所的时候 我非常怀疑 为什么自我知识可以被他 被他的检验后的结果所取代 我非常怀疑 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 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回答问题 但是如果是痛的话 他有另外一套流程 是他被制约了不是我被制约了 因为他是唯物论者 所以他相信痛所代表的疗程 跟酸所代表的疗程不一样 而我自己的话呢 自由意志感觉告诉我说 所有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不正常的感觉 annoying feeling 通通叫做痛 我就是失恋也叫痛 被车撞到也叫痛 被刀砍到也叫痛 都叫痛 我这个痛对我来讲 是有一个自由定义的空间 所以这个认知差别很大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讨论的 我们要回到笛卡尔 这个问题 整个问题是被笛卡尔解释的最清楚的 我先跟大家强调 为什么我叫他metaphilosophy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因为我们让哲学成为可能的基础 就是形上学 而哲学本身也有它的形上学 我们上个礼拜介绍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如何认知透过语言表述认知现象 然后进一步建构系统 让这个现象becoming true 我不知道同学记不记得 就是你指定一个事情 然后这样子 大家记得我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becoming true的时候是形上学 那形上学本身还有一个形上学 就是你的心灵跟你的身体的区分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 同学们要了解 这不是我在讲 我们的哲学教育太差了 差到连根本就没有meta的问题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 以人生哲学的态度看待哲学 大错特错 哲学实际上你稍微懂一点 只会痛苦不会快乐 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突然发觉 原来像Hume 我们讲到Hume 大家回去翻一下 上上礼拜我们讲到知数人 Hume那句话 人的melancholy melancholy melancholy 非常beautiful words GRE智慧 一定要备注 人的melancholy 完全来自于他的passion 跟他的rationality之间的冲突 所导致的结果 这是David Hume讲的话 这是Scottish enlightenment David Hume Hume 就是他在十八世纪就说出这句话 那这句话的话要告诉我们什么 要告诉我们说 人其实一个并不了解自己的动物 但是呢人要能够安稳的活下去 就是要接受这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这些就是学习接受不稳定 但是人本身有那种追求稳定的倾向 他就叫做uniformity of external world 我们会喜欢外在世界的统一性 这个错觉 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了 David Hume讲的问题 我最近把所有西方作者 讲meditation或是讲confession 就是自我对话的著作拿出来 我再写一些东西 我觉得Dicarty的问题是 是老早哲学家就提过的 罗马帝国了不起吧 罗马帝国是不是很了不起 就是说不会回答的人 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罗马帝国 就是真的真的 罗马帝国为什么了不起呢 因为罗马帝国所有的皇帝 都相信一种哲学 叫斯多噶哲学 罗马帝国里面的所有的皇帝 都是斯多亚哲学家 其中有一个还有著作 最了不起叫Marcus Aurelius 他的书名就叫Meditation 我最近正在解读Meditation里面的部分的章节 我是拿法文本跟英文本对照 然后再看 我就发觉自我对话的过程代表什么 自我对话的过程就是代表 问自己心灵在运作的过程 所以大家讲到上一次我们讲到知识论 讲到笛卡尔的我事故我在的时候 我一直在强调 数学是一种心灵自我运作的过程 解数学题目需要的那个推理 是你心灵在运作的过程 然后心灵运作过程笛卡尔就是 他是有名的数学家 解析几何时笛卡尔发明的 就是把这个几何学变成代数是靠笛卡尔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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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 跟这个莱布尼茨牛顿发明维基分是齐名的 大家根本都没有没有感觉 不知道这个人的历史 这个变化当中是完全是受到这一部分 就是心灵跟身体的问题 能不激动吗 能不激动吗 当你了解你心灵运作的过程 对不对 当然要很激动啊 这是最ultimate question 所以笛卡尔在诚实录当中他 我师确信了我在 然后在后半部中他确定自己由 知觉以及思考两个部分构成的 那么这个表示了出现了两种情况 心灵跟身体 这个这个观念很重要的原因 并不是单纯的因为 这个笛卡尔要证明什么 而确确实实是来自常识 我刚刚问到同学 包括同学们都心里都慢慢可以了解到 他的精确确确是在我们身体当中 而且困扰我们非常深啊 比如说你去看七香记 失恋的人会生病 那你想说失恋的人的话 照耀无所谓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失恋的人会生病 大家觉得啊 对对对没错 因为你失恋了 你准备当医生的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可以理解 因为你才刚入这一行啊 你将来你当好的医生讲说 我给牛开刀跟给人开刀是一样的道理 你知道吗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我说良心话 真正的好医生是给自己儿子开刀 可以跟自己老婆 谁塞兰都一样 这个就是机械人机械手臂 又精确又准确 with satirical precision 对不对 应该有这种能耐啊 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唯物论者 所以迪卡尔中奇医生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数学为基础的理论 这个是没话讲 我们今天就活在由数学为基础的理论当中 物理学 所以同学们要了解啊 昨天川普讲FED的主席 选择可能选择John Taylor 史丹佛大学教授 这个John Taylor他有名的Teller rule 你们可以去查 Teller rule认为说中央银行要做什么 哪需要那么多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做的决策可以全部量化 可以把这个利率啊 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算出来以后啊 以后你就照这样 机器人就可以当中央银行的状态 为什么呢? 他说数学可以计算所有外在的事物 宇宙是存物质的 因为物体的延展性跟运动 这个强调物嘛 物的延展性 粒子可以大可小 会碰撞 所以说以数学来描述的结果 对迪卡尔来说数学描述的就是科学 以科学的物质必须排除任何跟心灵有关的因素 所以这个迪卡尔本身是不乱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研究所谓的专业研究 完全都以 完全都以迪卡尔在数学那一部分的描述为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同学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在大学教育当中 四年来 真正的教育要确立你这个方向 所有系都一样 没有一个系是例外的 在大学四年教育就要确立你 你心中的胡思乱想对于实际上的物理世界是没有影响的 包含中文系历史系都一样 所以我们来讲说 你把三国演义跟三国志拿出来一笔 唯一的差别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性多 那个故事包含神话 什么关公展炎良朱文筹以后 后来人家鬼魂回来以后 人家找他算账的时候 关公觉得自己被吕蒙杀了什么的 你们看三国演义看的时候 看到里面神话故事很多 三国志的话的历史基本上做史学的就不能讲这个故事 大家都说佩罗·贝尼莎战争是第一部史学著作 因为他不用神话来解释 强调的是事实 所以我们在大学教育当中教的就是这个 但是呢 对于笛卡尔来讲的话 我曾经在上知识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 会影响他很深啊 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到说 我到台北医学大学去的时候 有医学系的学生他信的是妈祖 我跟他讲说妈祖 is a kind of bullshit 他很生气啊 他非常生气 他就会觉得 humiliated 为什么呢 他的信仰 我说你在看病的时候 你开口闭口 身上还带个妈祖什么的 前面还写的什么天后保卫什么 有个屁用啊 他说老师你不能这样讲 对我来讲我感到 hurts 另外一种羞辱 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的部分是无限可能的 那我想说我很抱歉 我是故意用这种羞辱你的方式 来告诉你的信仰 在你心中的地位啊 你知道吗 你到了西安碰到回到图的可能性 是75% 你不能乱讲吃 我好喜欢吃猪肝面 你不可以提啊 你一讲人家啪一个巴掌过来 你知道你怎么打人呢 他讲说我想杀你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从猪肝面到挨巴掌差距太大了 在台湾的话一讲吃猪肝面的确鲜香 而且还要加一点大肠更好 这个不一样啊 对不对 也基于这个缘故 所以迪卡尔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怎么能够接受这一切世界 完全是由物质透过数学做表征的结果 我们上礼拜有强调过 形状学告诉我们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表征世界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所有表征世界的话呢 它都可以被物化被量化 被外显变成现象被描述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要谈到 所有这些被描述的对象 要如何让他们becoming true 对不对 那这三个部分的话呢 对我们现在来讲 讲到物质世界跟讲到信念世界 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被描述 它都是一种表象 比如说 如果在表象世界当中 没有这个精神这一部分 大家会觉得很遗憾 即使是对的 也很遗憾啊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的话 所以一见面 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 十来万 哇 你现在赚多少 一万多 呵呵呵呵 同样都呵呵哈哈 有 implication 对不对 但是你讲 那个人会马上讲说 赚多少有那么重要吗 有的人讲 唯一的 人存在的价值就是看你赚多少 没有 那大家就开始啊 如果没有精神面向的话呢 活着要干嘛 就是为了钱啊 我每天跟着一群人在一起 他们都 这个上礼拜我还特别讲 我说 这个讲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主持人呢 还问我 哎呀你这样不是物质主义吗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是财经台啊 只谈赚钱跟赔钱啊 你把财经台教大家怎么样捐款 你还办节目不办 他一听也没话讲 因为你已经 缴获在里头了 你也想跳出来 不可能啊 对不对 因此笛卡面临了两个挑战 第一个 如何在数学中 可描述的物质理论中 为非物质性质找到 不能够量化的心灵 找到定位 另外的话呢 如何用哲学思维方法 证明心灵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 神学问题 这是笛卡 好 那么笛卡尔的回应就是宣称 心灵跟身体两个是不一样的实体 这个是 他这个问题的一个态度 他把这个问题留下来 我跟大家强调 我看到笛卡尔这句话的时候 历经了好多次的转折 讲到心灵跟身体是两个不一样的实体的时候 历经好多次转折 因为我发觉 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是非常唯悟的 认为这个笛卡尔的观点怎么这么傻 他自然是能够发明解析几颗 他为什么不知道 所有数学能解释的以外都是假的 然后后来发觉 到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又 深深为宗教所着迷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不读书 就是晚上读圣经的 非常非常认真的读圣经 所以圣经里面的观念 我后来发觉那种圣灵充满的感觉 那是当然心路历程 在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刺激跟打击以后 发觉 发觉笛卡怎么会想到用数学来解释世界 十七世纪 地理才刚大发现的时候 用数学来解释一切 到今天来讲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还有你学建筑都觉得创意还是很重要啊 生活中的丰润啊滋润啊拍照 学建筑 我以前都跟学建筑住在一起 那些建筑都骗人 都买很好的那个笔 买很好的照相机 然后到处旅游在那边拍人家的房子 到高地巴塞隆那去 我说你拍高地的房子有个屁用啊 对不对 你又不是高地 你看完了你不看照片 跟现场有时候差别 他们讲你不懂啦 你不懂啦 你认为物论者了 你都不知道那种 那种经营在大师的手笔之中的那种 那种那种参悟的这种性质 所以学建筑人最喜欢用那种诗一样的语言 在那边讲一些鬼话 我最喜欢成大建筑师设计的房子 永不漏雨 空间最大 光明度最亮 然后花园的话随时可以铺上水泥 变成的话在停车场最棒 你除此外还需要什么 我曾经是非常极端的唯物论者 我在这个建筑学 在艺术的领域当中 可是我慢慢就开始了解 嗯 什么是实体 为什么要特别用实体这个概念 来稍微花点时间讲解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办法穿透这部分内容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 就是说因为我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形状学是说 我们看外在世界 都离不开我们的脑海中所呈现的 意象作为一个表征嘛 这个同学们应该还记得 所以要记住 要记住 我们要注意到 你对一个人的看法 认为孔子讲观其模子人焉收哉 听过这句话吗 人焉收哉 人焉收哉 或者说此人 张头鼠目 其心必恶 的这种认知 看到人气宇轩昂一脸正派 这些都是表真的印象 都不会为真 那所以呢 你这个一切 看到这个人 通常啊 所有的人犯下滔天大堆的时候 问邻居 邻居的答案一定是 没有啊 很乖啊 很有礼貌啊 很好啊 真的很惊讶 永远是这样子 没有看过说早就该杀人了 就是一直迟到现在才动手 没听过 为什么 因为人就是有期待这种反差嘛 你懂吗 你做记者的时候 讲实话你就不用干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整个实话复兴运动当中 最需要改变的 大概就是律师记者跟教授啦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完全按照实话来讲的话 你就不用干了 我们不一样 我们哲学系教授的话呢 我们就早就告诉大家了 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讲 真实跟虚假干嘛就没办法区分 有办法区分吗 为什么有办法区分 我上礼拜有讲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你的表象的结果 表象就不会是真的 那什么是真的 实体 有这团肉 有这个心灵的状态 有这个东西 to be and being there 这个是实体 就是我们通常讲本质的东西 所以我不需要特别跟同学 花时间在解释实体是什么 我只要告诉大家说 你描述的对象不可能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哪怕是你的imagination 都有可能存在 想象力嘛 你知道想象力怎么存在 想象力很容易存在啊 漫画就是让想象力存在的原因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画出来 你可以唱出来 你可以感受出来 这些部分是它存在的 所以 我这个里头可以讲东西很多 不过就是要告诉大家实体是本质的 所以说这个本质论的角度来讲 身体 外在世界的与心灵啊 内在思维都是本质最高阶的存在 就是有两个最高阶的存在 比如说你现在讲这个东西 说他是一把椅子 说他是把椅子 他讲说旁边那个不是可以拿来当桌子有吗 哦桌椅 然后你这个椅子跟平常用的椅子什么不一样 哦舒服 为什么舒服呢 里面有垫海绵 那越讲越多的话 难道最后讲说为什么 这个形状 这个材质 这个功能合起来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椅子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说 这个形状 这个功能 然后 这个材质 在我脑海中 呈现出来的内容 就是椅子 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没回答 说它本身这些材质 还有这个形状 这个功能 它本身是什么 不知道 只知道它存在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最近就发觉 我最近发觉 有很多事情 维持怀疑的存在 可能比认定它存在要好 我在想 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用一种哲学态度在想 但是因为政治不正确 我在想同性恋的问题 我在想 在做搞不好就有同性恋 为什么 男人跟女人的差别 比人跟猩猩的差别还大 我再强调一遍 听起来讲 怎么可能 男跟女人都动物啊 人跟猩猩的话 都不同类种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人在定义自己的过程当中 的社会演化 远远超过它的生物演化 超过它几百倍 我告诉你 可以讲内容太多了 但是它实际上 有个固定的部分 那个 它实际上有个固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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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啊 就是那个实体的部分是固定的 所以说呢 如果社会演化的部分 远远大过生物演化 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我们这个是社会演化下的动物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 就是说你在 演化已经够复杂了 还包含社会演化 很多人反对这个社会演化的概念 因为Social Darwinism 确实是一切罪恶的来源 但是实际上就存在啊 对不对 动物哪里有 花豹哪里有长得正的跟长得丑的 哪里有 人就有啊 对不对 长得正的生不完啊 长得丑的没得生啊 这个很清楚啊 我讲的身材 身材有到那个 倒不是生小孩的意思 好 好 那么这个是跟同学 让同学们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这个实体 这个很可怕的哲学概念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问题 因为你了解这部分以后 能够实用活用的机会就太多了 腐蚀皆是啊 你今天打开报纸 每一条新闻都可以按照这里面来谈啊 对不对 通通都可以按照这个程度来谈啊 非常非常好谈啊 你聊聊大陆的情况 或聊聊台湾情况 唯物跟唯心的对比 那太好聊了 太好聊了 一个一个一个 我们这边是崇文的社会 那边是尚母的社会 对不对 大家就很好可以聊 这是实体 人同样一个人 他这个不一样的这个 表征的意义 这关键啊 我上礼拜讲到现在 所以说同样的 如果他们是不同的实体 我们如何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互动 这个回到刚刚原来同学们 在问到这个互动的问题 好 实体 我们看 哲学问题的时候 要先看我们的问题意识 就说这个问题意识 就说这个问题在我们脑海中 影响我们很深远 那么 就说对于这个笛卡尔来讲的话呢 这个实体的问题 确实是很重要 那么这个我发现根据笛卡尔说法 唯一结合心灵跟物质的实体 只有可能是一个神学的答案 为什么是唯一只有神学答案呢 就是说 既然它是metaphilosophical 那么人在被创造的过程当中 一次就出现两个 有心灵跟有身体 就两个 两个最基本的 是不是 我们班上没有人信教吧 有也不敢承认啊 所以说神学的答案 我就写出来让你了解 这就是人的理性的限制 就推论了半天最后的笛卡尔 这么伟大的哲学家说 是神学的答案 要不然你要怎么办呢 以前我们到美国去说 填自己ethic的进不了关的 没办法证明上帝不存在 讲上帝存在很容易 讲上帝不存在太难了 所以说这个答案是唯一的神学答案 是笛卡尔给的答案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 我本身就是信教的啊 我本身就非常相信这个啊 我认为想了个半天 没错就这个答案啊 哇 一旦得到这个答案以后 哇 行云流水啊 这个傲视群伦啊 马上就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啊 而且是非常理性的得到答案啊 我这个同学当中 过程当中我 我大肆地批判宗教 什么教都敢骂 最后的结果告诉大家 我相信 对不对 这就是理性的论证的结果 我认为 其实笛卡尔的意思是反过来证明了 所以说大家在读这个meditation的时候 会觉得说笛卡尔乱讲 什么上帝创造了一切什么的 那是你经过反复思考最后的结果 你不得不承认人好像就这样子 人好像就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 我们确实存在一种感觉 就是你的身体是一串肉 这个确实的 然后再者的话 你会发觉 你有自我意志 自我意识 对不对 你也可以感觉到 然后呢 你这两样东西都感觉到的时候呢 你就再问 为什么你感觉上他们彼此相互影响 而同时 在医学中又看不到任何的证据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发觉说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大学中就采取极端的 唯物论的态度 认为宗教就假的嘛 就没有用啊 所以事实上的话呢 你我也讲做好一生 就是让大家相信你就身体啊 你感觉不重要啊 事实上有的时候感觉很轻松的人 搞不好更幸福更快乐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再进一步讲说 如果你心甘情愿做一个极端的唯物论者 发觉你周遭生活的环境 都会觉得说 唯物论者往下到了极端的地步的时候 还真的会影响到你心情 你知道什么叫极端的唯物论者吗? 你知道什么叫极端的唯物论者吗? 你作为我暗示 我绝对没有意思要讲 因为有在录影 但是你作为一个女生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极端的唯物论者吗? 你不用回答 你不用回答 不要讲这些有没有自我的 你只要从那种 那种道德的规范角度来想 这极端唯物论者 完全不受任何道德的限制 你说不可能 万事万未有个极限 你要有一点唯心的想法 我好歹也是台大学生 我能够乱来吗? 等等等等 这些观念不极端 你一不极端你会发觉什么东西kick in 你的心灵来了 很自然 很自然 大家发觉说如果人都跟机器人一样的话 那也不叫世界了 你为什么会对于AI会有恐惧感? 因为你会发觉那变成极端的唯物论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极端的唯心论更差 极端唯心论就是基同 更差 对不对? 自然界跟超自然界不分 那么更差 完全没用 对不对? 财经台在介绍大家怎么捐款 这个不是更差吗? 好 所以 心灵跟身体没有办法沟通 但是它确实存在 它不是想感觉存在 它真的存在 那这样怎么办呢? 后来发觉说 原来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的动物 人就是这样的动物 这句话不是无神论的话 这是有神论的话 人就是造成这样子 不是你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是这样的 也不是你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这样 是你就是这样成这样的动物 谁造的 神学的论述 是这样的道理 对不对?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吧 这个不假了 就这样子 所以说笛卡尔这样的话呢 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因果交错的作用 显然根本不会发生 就说我们的心灵跟身体 没有发生过这种感觉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哪一个部分受到影响 那两者怎么会有交互作用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神学的答案大家都不能够接受 不理想 就以现在的科学世界来讲 我们产生一种知识上的傲慢跟无知 我们知识上的傲慢是认为说 在现有的知识架构当中 哲学根本就不允许 这种神学式的论述作为最终的答案 所以你讲到这种最终的答案 所以我告诉同学 你在活用哲学的时候你要很技巧的讲 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 当我们在论证的过程到了最底线的时候 我们不要很轻易的述诸于创造论 我们要说 这是我们认知的底线 记住喔 记住喔 这个差别非常重要 因为你讲说神创造一切哇 那种表真世界马上就开始宣泄 就会发觉马上就有牧师跟神父来了 拿两本圣经给你 要你好好了解一下人的来源 你会发现你不是这个意思 你是论证到这边一个底线 所以你说在认知的底线 Hume 的观念 非常重要 就是说我们在反对一般人所谓的那种 位格的神Personified 但是同时我们要相信 人的思维是有底线的 唯物论者跟唯心论者都有 唯物论者是霍布斯 唯心论者是Bergli 所以这边要强调 博克来主张一种 就说心灵 像我们讲到说 意象与表象世界的作者 蜀本华 他们都是唯心论者 idealist 他们认为说 有志者是进程 所有的事物都是一种心灵的规划 说不说得通 你觉得说不说得通 我告诉你 不但说得通 非常通 因为我要说万里长城是因为怕 才盖起来的 怕凶奴南下的人 概出来的 怕 对不对 不一定是军人 商人也有 学生也有 人就对了 但什么人呢 怕凶奴南下的人 或者说一般人南下的人 皇帝也怕 皇帝也是人 皇帝总不会是狗吧 也更不会是人吧 对不对 是人嘛 这样子比较coherent 对不对 受到皇帝的指派 那个怕不是指派 光指派没用啊 光指派没用啊 因为怕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怕 有没有人敢反对讲说 好玩大型玩具不怕 有没有这种人 你看过万里长城 你不要讲走完了 你就随便走一段都吓死你啊 你走过长城 我走过两个关 我走过 走过居翁关跟走过巴达岭 居翁关简直是抖着吓死人啊 吓死人啊 不是普通吓死人 那时候我还年轻气壮 现在我就不会去了 回来以后哇塞 自我按摩了好几天啊 因为怕 怕是什么 怕是什么 怕是心理怕 心是什么 心灵的感觉 所以怎么样呢 为了要克服自己害怕 盖个墙让它过不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唯心论是不是使得万里长城都是唯心盖出来的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但是有另外一派霍布斯出来了讲 怕本身就是唯物论啊 不是莫名其妙的怕啊 怕 怕那个对象的人啊 头发不剪正中间剃得光光的人啊 只怕他们啊 不怕别人啊 像你这种我就不怕了 你来你来刚好 对不对 那是怕很具体的事物啊 怕他那个长得特别壮啊 怕外族啊 所以你怕本身来讲是有原因的 我刚刚不是跟他说过吗 唯物论就是能够用英国解释的理论啊 所以唯物论跟唯心论是没有交替的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从今天开始 明天 今天明天 十九大开完 你们都不看大陆新闻的 我天天看啊 背着熟的不得了 开完以后啊 马上 两岸之间就是个唯物论跟唯心论对立的时代 马上就来了 这个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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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是标准的唯心论社会 我们这里啊 哇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 校园内发生凶杀事件 大家都是全国上下哀妻啊 同表遗憾啊 没有一个人会有任何的 就我本来很想讲说 人家讲说 那个你们校园内 因为我认识很多 校园内 你们台大校园内发生了凶杀案 你们有什么感觉没有 我说这个什么 竹林邦到四海邦来杀人 结果什么 四海邦人被杀死了 还有什么居然骂到的吗 四海邦不对 那台科大跑进来 你们为什么没有门禁 我说我们野狗都一大堆了 我们还门禁了 人家讲说你这样讲的话呢 没有人性 你没有同情感 没有同理心 不够违心 违心想 哎 差点露线了 还好没有对外现在讲 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讲 都是一种遗憾 谁不是父母的孩子 哇 一听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种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 我除了宽容容忍接纳以外 感情的事情 我无能为力 多好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这是唯心论的社会 在大陆就简单了 凶杀案 这个杀人的话呢 衣食不小心 力气不够大 砍到自己脖子 结果死了 结束了 尸体呢 已经火化了 然后呢 后来呢 后来焦肥了 对 算是对社会一点贡献吧 很好 非常好 是不是 你看 大家一边笑一边点头 有道理啊 这两个就是明显的差别啊 明显的差别啊 对不对 那另外 你怎么分析呢 在我们这里的话呢 因为唯心论社会 就把那个人的那个爱 爱有三种 一种是同性的 一种是异性的 还有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是同性 还是异性的 好 这就三种 第三种的话里面包含了无限多种 这个非常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解释 但是 逼人家要去说谎话 我不相信每一个人都 如果看到那个主秘林达德那个表现的方式 很明显 假如我当主秘 哇塞 我演的全国人一起掉眼泪 我告诉你 保证 保证 就是因为我太懂得道理了 因为我太了解 这里面 因为他没办法沟通嘛 不是这样吗 因为主秘遇到这种事情 自己就吓糊涂了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之后 我要先强调这个爱的力量 哇多屌啊 多精彩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唯心社会 好另外还有一种中立一言论 就是说 宇宙只包含一种基本的实体 比实体还要实体 前ensens 更前面 那还有一种副现象论 就是说 我们这个现象就是存在的心灵跟身体 然后呢 我们所有觉得心灵跟身体呢 之间会有交换 有交互作用的理由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epiphenomena 就是说因为伴随这种现象而生出来的 表真之外还有表真 的这种情况 很多人都能解释 我这是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并没有别的意思 不过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呢 普遍上就承认这是一个科学时代 所以说呢 在唯物论世界当中 在唯物论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图姆希的同学讲说 我们给那书啊 讲到唯心论的想法都是鬼扯 还假设 意识中是Eucaria构成的 这些都是鬼扯 我我我我我同意 完全同意年轻气盛 年轻人讲话要大胆一点 年轻人就是唯心论 将来还有什么前途 一定要先碰撞一下 所以说呢 这当然也是哲学中的大问题了 好 我们最后剩下点事要讲 康德怎么样回聚这个问题 康德的虚有其表 他根本不应该拥有这么大名气 他所有的理论都经不起时代的检验 他是在当时提出来 所有人认为标准答案好的答案 可是现在经过时间的检验慢慢慢慢发掘 慢慢发掘 他的问题 问题是一样的 问题就是说有关于神经科学跟自由意志的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解决的方式 自由跟普遍的科学法则之间会引出必然的冲突吗 我跟大家先强调一个重点 康德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强调的是实践理性批判里面的内容 实践理性 就是说强调是 他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论述 大家要知道 唯心论强调的是道德意识 几乎等同 所以你当说这个人是唯心的意思 就是说他有道德意识 这个是同一字 你们要记住 要记住 因为这样子 因为你一定会 经常会被这种问题所困扰 被这种问题所困扰 你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同学们你要知道 你们为什么在公开场合不会讲话 我叫每一个人一坐下来就问你 然后讲不出话来的原因是 私下都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你怕讲错 怕讲错 怕讲错 那同学知不知道 受教育其实没用 但是会讲话很重要 要不然胡瓜跟吴宗憲 怎么会有饭吃 当然了 台大很多人没饭吃啊 对不对 这个 徐乃琳 唐宗盛 他们还可以演出来有饭吃 会讲话很重要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你讲出来的话要符合你的学历啊 那你不要说错话的原因 你要先知道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在哪里 什么人讲话最棒 讲出来的话有创意 有原创性 跟人家不一样 同时听起来又言之糟糟 哇塞最棒 你一讲完话大家讲 我怎么没想到 这个就成功了 对不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说同学们要了解 发生错误的感觉 讲话的技巧 这个英文原来叫Rhetorics 是一个非常重要之后来因为基督教社会的改变 所以康德说 如果自然表面就是其自身的话呢 那么普遍科学法则是唯一的仲裁 决定所有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然 没有人心 我们看不到人心 知人知面不知心 如果只有看到表面 比如说前面三个人戴眼镜 第二排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戴眼镜 这个是可以形容的 再下一排的话呢 有戴眼镜现在刚拿掉 等一下会戴起来 就是这样 这是可以形容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切没有心灵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人的世界也是动物的世界 也是自然的世界 就要遵从自然的法规 叫做natural law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因果律 如果自然经验是属于经验法律所管控 而在经验之外 依然有决定事物行动理由的话 那这些不受自然经验决定的事物 必然有另外一个能动者行为的基础 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阿诺斯瓦辛格演的那个terminator 魔鬼终结者第三次 他突然被那个在岩栓里面 或者是什么 熔铁中拉出来的时候 他说I need a break 然后那个是重要的突破 为什么? 机器人 need a break 机器人要个pea break 对不对? 就机器人说I need a break I'm tired 只有人才会讲这种事情 但是如果是人的话呢 那人会 need a break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我需要 对于重复性感到厌烦 是人才会对重复性感到厌烦 机器不会啊 机器的话再加点机油 再加点汽油 再把插头就好了 对不对? 我昨天看的那个中国制造那个 那个用卫星导航在喷那个农药 24小时在喷啊 为什么? 因为只有人才需要光啊 机器 无人机要什么光 晚上的时候那个虫子还比较活药一点 对 24小时 50万亩的地三天都喷完了 24小时在做事 好 机器才会干这种事情 那人本身来讲不会 所以说 人 人如果说是我不受到自然经验决定的话呢 有另外一个能动者决定行为的基础 就说 比如说 你上课久了 演讲讲 三个半小时 习大大十九大 大家累了不敢动 久了你讲三十五个小时的话 人都疯了 对不对? 会累 弹性会疲乏 人会想到要休息 会想到休息 那我请问大家 人会想要休息的这个事实 说明了什么? 是谁想要让你休息?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人累了想要休息 想要休息是因为看到人家休息才想休息 还是说自己本身很想休息? 你休息 你有没有休过假? 有 那你想休息的原因是看到人家去休息 还是你自己想要休息? 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你还好意思讲 你呢 你有没有休过假? 是哪一种理由? 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都是两个都有吗? 有没有不两个都有的? 蛤?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两个都有是莫名其妙的感觉啊 道德上限制 因为人做一件事情做累了以后 法国人喜欢休假的理由是因为休假以后的工作效率更高啊 productivity 更高啊 事实上是当然是错误的 休完假回来还要再睡两天 这是很自然的 好 那么不管怎么讲 所以康德再次综合 我们在前一阵子讲过康德的综合 他综合什么呢? 他说要用理性的决定论来取代科学决定论 科学决定论不用我讲了 科学是唯物的 理性的就是我们有个理性的头脑 要理性头脑怎么样呢? 他说呢 科学是唯物的 但是在唯物的世界中人的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因果解释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 想要休假 刚刚讲到说休假是你自己想休假 还是看到别人休假你才想休假 两者都有 我问了两个人两者都有 然后问有没有不两者都有 单独的没有一个人讲 想休假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你会不会工作久了会不会想休假? 上课太久了想下课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种动力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你仔细想一下再回答 想想想看 想想看 想想看 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觉得累了 啊? 觉得累就是想休假 你 累一点不很好吗? 可以减肥喔 对不对? 你不休假可以减肥喔 你们知道我们学哲学的每个老师都瘦瘦的 脑机一直不停转喔 不休假的 我们从来不休假的 从来从来就不休假 到哪去都带着电脑 在飞机上啊 在哪里啊什么的 一看啊 这里就是三大街 好好好打开电脑继续工作 从来不休假的 不会累的 有没有弹性疲乏 弹性疲乏 然后呢 哪里哪里让你弹性疲乏 啊? 心灵跟神疲乏 好 好了心灵了 你讲到心灵了 自由意志是心灵的产物 懂不懂 我们的心理上 会有这种 疲乏的感觉 机器不会有 所以人跟机器一不一样 人跟机器不一样 所以你谈恋爱的时候说 这个人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像机器 哇很严重的指控啊 人家讲说 你这个男友真好 跟机器一样 这个小林志林 不知道该怎么 该笑还是该哭啊 对不对 在心灵中的产物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 意志独立在我们的因果关联之外 我们的心灵意志在这个关联 没理由的 这个因果关系之外 还有我们的意志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科学唯物的世界当中 自由意志什么 这个是主要的关系 这个红字 所以说康德用了一个字 叫做autonomous 就是autonomy这个字 是两个希腊字 autos跟nomos 你希腊文还不错吧 真的 好 autos是自动的 auto automobile nomos是法律 norm 自己给自己法律 你自己给自己法律 如果你知道说我想休假 天天跟老板讲 还没上班前问老板 怎么休假 老板说你不用来了 要给自己法律 要看情况 发觉累了 真的累了 没话讲了或时间规定先讲好 所以说康德论自由 理性的决定不同于事物表面上的理由 所以理性的这个决定的话呢 透过智力的原因的考量 the outcome of an intelligent cause 我们自己是一个intelligence 不是artificial 是human intelligence 给我们这个 不屈从于经验中的因果 决定是透过作为存在物本身的理性 而不是存在表面上的自然因果性 就这个 就这个观念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这个道德上的意志 所以说理性的基础 来自于能动者 能动者就是我们本身 能动者本身 所以不受自然因果的影响 所以同学们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autonomy这个字的由来 就是说人自己给自己律法 这是康德说的话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当初是为了解决笛卡尔留下的问题 这个观念是为了解决笛卡尔所留下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发觉 人并没有能力给自己行为一个可靠的规范 人没有这个能力 否则的话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 假设大家都有理性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大家开始进行这种反理性状态你知道吗 反理性状态 以前我们 我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讲到 强调我们现在反理性状态 什么后现代啦 去中心化啦 然后这个取消这个 这个强调边陲啊 强调多元文化 强调平等啊 强调这个人权意识等等 就是认为以前的分类是过度理性化的结果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不管怎么讲 不过抗队有一个很伟大的贡献 我上礼拜的时候第一堂贺 跟大家讲说形状态很重要 教大家多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这个世界 对于我们 所观察到的 通通都是一个表象的世界 同学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我们看到都是一个表象世界 因为是表象所以 其实没有什么真假而言 因为是表象是代表 the only thing you have 然后呢 我们又是个理性动物 我们理性展现在我们的语言能力上 所以我们喜欢用语言文字来叙述 这个表象世界 我们叙述这个表象世界 的过程当中呢 越讲越真实呢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所描绘的 这个表象世界是真的 这三件事联合在一起呢 不但展现了我们的自由 也展现了我们的道德意识 所以我们总是会鼓励人家 按照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来做 但是其实归根结底 我们并不非常清楚 是这样子吧 上次我谈到的就是这个 上个礼拜三个钟头 我们这个礼拜 谈到的自由意志的话呢 是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表象世界的 这个想法当中 我们怎么会有好坏 对错善恶高低 上下的这种判断呢 我问同学很简单的问题 受教育有什么用 你为什么受教育等等 从后面的打法感觉到很困扰 就没办法掌握到内容 这里头所有的问题 到了所有的问题都很清楚 到了康德手里 他解决了 他解决了说什么呢 他说有一样存在物的本身 他叫物之身 就是我们这里写的 Think in itself 在这个Think之上 我们有意象的世界 我们用语言描述 我们用一切的行动来证成它 但是这个物之身本身 本身却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 而我们人的自由意志 是属于我们本身的那一部分 是人的实体 而人的实体的这个部分 人的实体的这个部分 存在 存在的方式是自由 但是自由对任何人而言 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就是物之身 所以我们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没办法表象他什么 只能够大致上的不断的描述他是什么 但是我们很确定人是自由的 为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人是自由 只能够说 如果人不是自由的话 那就没有责任可言 没有责任可言的话 就没有义务来执行的道德规则 人如果没有道德这个社会大乱 人会互相乱砍 结束了像动物一样生活 但是我们的语言当中 包含了很多认知的内容 所以说 这个是叫做物之身 自由意志就是物之身 是判断的起因 不受自然规律的管控 所以说 我跟大家做了一个 这五个钟头的形状学 我个人认为 这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是活用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也是我们今天碰触到很多的内容